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想问问他 他娶我到底图什么 难道我是他们家的生意工具吗 生个男孩是我们全家的喜愿 他身为家里的一份主 帮助老人完成喜愿 为什么这么难呢 自从嫁给他 他们全家对我是各种不待见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救我 这些年我们的生活过得一直不顺 我很烦 他还一直跟我抱怨 不理解我 真的 这样的日子我过得够够去了 都过得够够的了 却还要逼着老婆生二胎是吧 对 老师 其实你看这么多年 我俩是07年在黑龙江大庆 我俩就认识的 那个时候是他先追的我 当初就是说真的 我就是说为了爱就是喜欢他 然后我就嫁给他了 那你说这么多年了 说生不生二胎 那不是我自己的事吗 为啥就必须得生个男孩 我觉得你们要求我 这件事真的我特别的 我理解不了 因为我大哥呀那个老大三岁 老二就出生了 那儿女送权多好啊 对不对 假如老大是男孩还生吗 老大是男孩咋的了 老大是男孩那去看心情吧 心情好再要一个吧 你们俩的婚姻关系 心情能好吗 那有啥不能好的啊 对不对 咱就说啥 想要就要 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 你嗓门大没用 你看看人老师哥在这时候 笑话你呢 咱家啥条件自己不知道吗 还非得老思想 还非得生个男孩 非得生个二台 那有一个就过呗 咱家庭条件哪儿不好了 那有吃有喝这就行吧 现在不说别 第二套玩不也买了吗 那大哥家条件好啊 你得生啥了 哪个音音没乐着 我该上学上学 你该吃吃该喝喝 哎 你跟老师说 真的呀 今儿来到这儿了 你就实话实说 我身体啥样 啥样不敢是站的吗 有啥不能生的 老师不能生 我跟你说 现在每组外边都有银了 就不愿给我生 我对你家啥样 我这么多年 我在你家新银铺付出 你说我有银了 人说话把他对得起良心 老师不是说我不给他生 我做过两次公外孕手术 我申请我不想遭受 那样的那种中创了 你家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还有你家亲戚 那说那是人话吗 我家哪个亲戚说的 不是人话了啊 咱就说啥 你说我咋说都行 你不能说我家亲戚呢 那亲戚说啥了 我都给他录下来了 有录音资料是吧 咱听听 大哲啊 你听老叔的这可不行啊 那晚上家里面没有个儿子 他没有顶两柱啊 你将来到老那天的时候 咱家祖坟都进不去 再说了 老叔这个岁数大了 跟你说点实话 那你到没那天 人都没人给你摔呀 是咱俩都这么想呀 我刚才这不伤了2023年了吗 一直也没同意 你不能因为这点是离呀 你这是商量的事嘛 谁家商量啥事 还能商量23年呢 那咱家仅仅要种地 商量的话23年 地都不种了 是那么回事吗 大哲 这事不是老叔说你啊 这事必须得拿入日程 你看我家 你老弟 你看你那哲 一个精神 有我儿子的心情也不一样啊 他这啊 关键是我这媳妇 我商量不同啊 我现在一提这事 就跟我俩抄了 一提这事就干账 我现在我都不敢提了 那媳妇那玩 还能你啥事 都跟他俩说了算呢 他说不生就不生 那老娘们不就是生海 做饭那玩什么 他说不生能行吗 你这样说这媳妇的话 这么就就熊样 给他了过少呀 不行离 换媳妇 跟你说换一个 给谁不当长孙子 你忘了你妈呀 跟我一整唠壳 叨唬唬 说想孙子 想的迷了闷了点 你得体谅老人呢 老师 几位老师 你们是不是听见了 这是他自己亲老叔说的话 咋说的了 还能劝一小辈儿离婚 不行就换 老叔再给你找一个 说能话多丧良心呢 那你没听出来吗 那大蛇狼鸡 那是喝大了 那满嘴跑火车 咱们喝大的 说话你也能跟他一般见识 再一个 我也没听他的 我跟你离了吗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有这样的一些漏见 根深蒂固的 一时两时 也不能够帮你清除 我们就说说 在婚姻里头 除了不生老二这件事之外 他对你好不好 老师 我跟你说 你说吧 我家这老远 我从黑龙江到吉林这边了 这么多年 我俩回娘家过年 一共都不超过几次 我不能回家过年 看看我父母去吗 不是你说 大老远你领孩子 回去干啥呀 咱就不说 别的一千来公里的 你回去了 改家待四五天 又回来了 再一个啥 你说你家开麻将馆吧 特别是一到年纪的时候 那屋里全是烟 那本身就对孩子身体就不好 对不对 再一个啥 你老爷老年是想外孙女的 那你就来看了吧 我没说不让他来吧 那你啥我这儿过年了就完事了吧 好吃好喝好招待 啥都有 谁规定你非得小辈去看老辈去 将来你们老了以后 也不会要求女儿回来过年的 对吧 你女儿如果生了孩子了 你也不会让女儿领孩子回来 你们想看孙外孙了 你们就自己长途跋涉去看看 对吧 我女儿那时还不知道咋个事呢 没准那时候我想上一个 你也还不想去呢 你唯一到现在为止说的一句话 对的就是这句 你女儿未必还让你去呢 我也觉得是 就冲你现在一直说 这么看不起女孩 不让女孩去看她的姥姥 你一点也对孩子也不爱 我跟你说 虽然说我想要个男孩 但是我对我家老大 一点都不再差样的 我的意思是啥 再生一个 我并不是说我家老大是姑娘不好 知不知道 这种男人为啥要跟他过下去 你能跟我讲讲 本来我想问你 你们还有啥矛盾 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们有啥好的 以前不是这样的 就是自从吧 我们俩有这个二胎这事之后了 它就开始就变了 回到家里了 天天就是说 那个在那个床上躺着 打游戏 那你说家里活 我也是累一天了 我想回到家里 就是说 两个人吃完饭之后了 领着孩子 我们几个人说 除去那个 在小区里逛逛逛逛商场 逛逛超市啥的 他就把全部的时间 你放在你那个打游戏地儿 那你游戏就比我还重要 比孩子重要吗 不是 愿意逛 你就逛去吧 那你就领孩子 下楼去逛去吧 你去商场 我也没拦着你 那我不想去 我就想给大家待会儿 那咋的啦 老师你听听 就是这种态度 他现在就是 对我就是默不关心了 前两天吧 我说我换个工作 那个工作离我们挺远的 我说你开车送我 他说的 不行 我没有时间 这边我还有事呢 我自己吧 我就骑电动车去的 本身我骑的电动车吧 我技术就不咋好 那天一个车吧 就是说我吓了一跳 回到家 他在那会儿打游戏呢 我这特别生气 我觉得这游戏 比我重要多了 啥玩游戏批你重要 你说那话就不对 那你说你想去找工作 那你就去吧 对不对 那非得去开车去 那尔嘎本身 就全是单行线 你说开车去 到那尔嘎 你万一走错道了 扣二百块钱 你说哪多哪少 再一个 那电动车不你咋来买的吗 你买的你不急 你买的干啥呀 那还咋的 眼睛把你刮了 那把你刮我 让他刮掉 是不是 那非得回家找我去 说咋的 我领他上医院去看看去 你说你回来 你如果医院 你就自己到那包一下子 还非得回家找我 那咋的我会包啊 我会擦呀 我能给你整好他呀 这扯能没用你一天天 老说我不关心他 就这样 一天就是无力取闹 没人找事 你关心他什么 首先来讲 不说别的 他敢家 虽然说他做饭 小菜啥的他做 你像他想吃鱼 都是我做的 就是平常吧 我干啥都看不着 我一给手机拿下来 我只要想打游戏 他就啥呢 来事了 你去把碗刷他去 我说行啊 你等我打完这把游戏去 生气了 夸夸就刷碗 连嘴碗那嘴盆的 你这样的日子 你说我不难受 我心里能得劲吗 包括说啥的 我朋友要想 就是抄我借点钱啊 我跟你说 抄过200块钱都得报备 500块钱都不得往出借的 是500块钱的事吗 他前一阵啊 没经过我的允许偷着 借给他朋友 2万块钱 对于我们普通家庭 说2万块钱 那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不是啊 你自己你拍拍良心 说我要问你了 你能要给拿吗 关键是啥呢 我各位老师啊 我问完他 别说2万 500都不得借的 老师 这里你说 其实要是说 家里有事了 父母啥生病 你说需要借钱 说这个时候 你说我要说不借 可能说说我这人吧 就是说做人 我做得不行 说我良心不挣了 但是你这朋友都啥呀 那不就是一些 那个啥狐朋狗友吗 你可倒好 你把钱借给他了 老师你不知道 就你那些狐朋狗友 啥呢 除去不是吃家 就是喝家 那你说 那这样是能借吗 那个朋友为什么借钱 我也没问你干啥呀 那玩意儿 人家借钱 咱还问问人家 干啥吗 对不对 咱就说人家 肯定是有男事儿的 没有男事儿 谁能借两万块钱呢 在家 你老公永远是 都有道理 吵架你能吵赢吗 吵架吵不过 人家就是 哪不是当理说 是无理变三分 平常改家 我基本上不跟他吵 为啥呢 我也吵不过他 我今天上这儿 为啥我说这么些话 因为我憋的 我难受 我根本就没啥倾诉去 好 来说说 你老婆有什么问题 除了不生二胎之外 首先不说别的 就说他们家 没有一个人 能瞧得起我的 包括他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非得说 让我家全款 给市里买个房 我家那家 农村刚盖个自建房 手里根本 我父母手里没有钱的 你要买的话 咱就大一款买一个 以后慢慢还呗 因为我父母也帮着还 他父母不行 非得就啥呢 就是全款买一个 全款买不起 咱这婚间不解了 我跟你说 我父母那边 我是极力做工作 做了一个多星期工作 我又绝食又啥的 我父母后来同意了 连我父母借的 在我借的 为啥说 我借我那朋友两万块钱 因为当时我有难出钱 人也给我拿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才 这房子我才买了 我俩才结认过 到现在也是 我上天家 他父母干嘛就敲不上我 你咋能这么说呢 我父母哪块敲不上你了 老师 那你说我从这么老远 我嫁给他 我父母就要求啥呢 就要求我姑娘 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以后我姑娘不用背 好几十万贷款 那我觉得父母有货吗 这房子不是不是你的吗 我俩名 那我觉得我父母 做的也没错 不是 咱不说别的 你听他说 他父母为了 他不背贷款 没有压力 那为啥 咱买第二套房的时候 你父母不阻拦呢 第二套房 咱不是贷款买的吗 现在不还还得贷款的吗 你父母咋不自身的呢 我跟你说 他就给他父母狡辩 他父母当时就不同意 就说啥 给我俩变黄的 婚后你说 他父母对您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 我上他们家去 人家过年 改我家 不说别的 最起码肘子猪蹄 猪头肉 你得有吧 摆桌上 红烧肉啥的 是不是得有过过年呢 他家啥没有 是你们家不吃肉 你咋的你得给我整点肉啊 他不吃肉上我家去 最起码就是啥 我老叔还得跟我妈说呢 嫂子 你看看不行 咱去买点虾去 开车上我们盖里 买点虾回来 再给他做几个青菜 给他炖条鱼 咱们五 Kristen 欠事 大熊 水 小君 写 头 写 水 大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不全是费用吗 咱们家还有房贷 什么事吧 你只想好的 你就没有想不好 那你不想想 万一赔了咋办呢 后来对给老三了 就是我 也是我们一个村的 我们都问叫老三 你看现在 小羊楼住上了吧 大吊子也都买俩了吧 咱就说那时候 咱要对下来 是不是 咱不说奥迪 说长城 最起码小羊楼咱有了吧 那老三那人可能干了 老师你不知道 就是祈祷贪黑的 那你是啥人呢 就是上班 九点半上班 你都得睡到九点都不起来 那你说这种 好吃懒做人 你能干吗 不是 各位老师听听 就说我懒 那你说我一个厨师 咋的 我早晨四点起来 我帮老板买菜去 就他向你管的 我这劲儿我受不了 哪怕说这个地儿我不对 就说我不挣那份钱 像他说行 我约约打工 那你说我打工 我下班了 我不玩火游戏 我干啥去 难道说 我不能有一点 自己的自由吗 好了 既然你们今天来了 那您也希望听到 我们大家的意见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希望你呢 能够保持心平气和的 跟大家正常的交流 好不好 那个老师 我再说一嘴啊 我现在就是心平气和的 我身就这么大 不好意思啊 好嘞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到底其实诉求是什么 还是说我家 那个生二材的事 就是说 不能这么强烈要求我的 因为岁数宰这 我今天我都三十七 我笨四十 还生啥呀 没下事 我就别老拿 这个小话磕的 所以你是肯定不会生 对吧 我肯定不生 再有就是说 过年回家的问题 我想咱们是 今年去你家 明年去我家 再有说话的问题 就是说 哎 你妈 你爸 就是 我觉得这种特别不尊重 都得叫爸妈妈 那人生下来不就是吗 都是有双重父母 那公公婆婆不也是妈妈 那你啥 岳父岳母不也是爸 不也是妈妈 那为啥都是 哎 你爸 你妈 我爸 我妈 你老公啊 人不坏 他就是嗓门大 和说话呢 冲得谎 但是呢 心是耿直的 就像他给朋友借钱啊 就像他日常生活里头 还包括他下了班 再晚也要给你炖鱼 像这些朴素的小事 他都有在做 但是这人就是嘴不甜 现在我也是吵 就那我自己 我都感觉不到了 因为我被他给带了 被他给童话了 我说话也是 这种吵架的方式 你童话你 姑娘 我问你一个事啊 就是 他觉得你的父母 对他是有偏见的 这你接受吗 认可吗 有一定的偏见 当你发现 你的父母 对他一直有成见 甚至于回去 对吧 过年的时候 都不给他做肉吃 你做了什么 其实这个 我还真没做什么 那我咋想呢 我说那你就出师 那我家有 你就自己做 本身我家人吃饭吧 这是一件事吗 他是吃不着肉吗 他在意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他可能在意的 就是尊重吧 然后可能我说话的方式 也有点强势 因为被他给带了 不是强势 是你压根没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的问题就是 一个又一个地去掩盖 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 被掩埋了 未来会以一种 更恶劣的方式爆发出来 对 现在就是我俩这个状态 就是我俩说啥都不对 他想干的事 我肯定就是不支持着 他前一阵地想在我们小区 堆那个水果店 然后我也没同意 但凡他想创业 都被你摁下了 我就怕有经济压力 我就是什么事吧 我就是阻拦他 也阻拦好多次了 我想干点啥 他都不让我干 虽然我喜欢钓鱼 不让 买了 摔碎了 不是 你为什么呀 一根鱼杆就好几百 折了之后下回 他就不买了吧 你说这次买完 给你折了 下回再买 你不害得折 拉倒就别买了 那你发现没有 就你不让他创业 不让他爱好 然后他就玩游戏 我希望的是说 他能抽出更多时间 来陪我 那假的你 你不陪我 让别人去陪我去吗 那他对劲吗 行吧 我们都已经听明白了 来听听我们在场的 两位哥哥姐姐 有什么看法 从我来讲的话 是小伙子 自身的原因比较大 你像父母 说是要孙子 这肯定没毛病 也正常 就是关键是啥呀 你小伙子的 你的作用很关键 你在中间 起的是桥梁作用 你在父母跟前 你要说 儿媳妇如何如何 你在儿媳妇跟前 你要说是 你的父母如何如何 跟父母说的也好了 互相家庭条件 也调节好了 不想生 儿媳妇还想生呢 有这个可能 我就觉得这两口子 反正是过的 这日子是鸡飞狗跳 说句实话 如果是我姑娘的话 小伙子我告诉你 你能姑娘我就回家 我指定不让他跟你过 啥日子过着这叫 咱就不用说生不生 一个都不跟你生 我跟你说 妹她让你这样老赵母娘 她让你这样老赵母娘 谁摊谁倒霉 你就记住吧 自己照着镜子 你看你 你啥样你这是 我啥样呢 我啥样我过 我自己家的日子 谁能把姑娘嫁给你啊 这不改正呢吗 现场人家十多年了 也没离婚呢 这不是我姑娘 是我姑娘领路就走 赶紧办离婚 老师你看看 这谁说啥冲谁就上 那能行吗 你得能听得去 别人的意见呢 我觉得阿姨 说的就很对吗 那你愿意跟她离婚吗 其实我不愿意离婚 因为你 看出来了 我跟大哥说一句话 首先你得尊重女性 咋转动啊 我天天故意给她洗脚啊 我不想跟她说话了 我跟这个人说话 我很难受 我跟女孩说吧 这人是你自己选的 你跟她过到现在了 你们也结婚这么多年了 她就是个这样 你改变不了她的 你也别指望改变她 不是说一个人 你嗓门大 你能吵吵 你就说明你这个人 是自信的 不是这样子的 她为什么一再地 想要证明她自己 是因为她基底色产的时候 她想得到一种肯定 这个肯定是 她从跟你觉得关系的一开始 她就没有获得 没有得到的 她在你 她找个老婆 我在我老婆这儿 得不到肯定 我在我老婆的父母那儿 得不到肯定 回头了 她在她自己的家里 也得不到肯定 这个男人的一生 她好悲哀啊 慢慢地 她就会开始有一些什么 就是人 她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她就会很慌乱 这个慌乱并不是 她自己一个人造成的 你也有责任的 我唯一能够赞同你 只有一点 就是她不应该 强迫你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她内心极度的空虚 你内心也极度的空虚 你俩彼此都非常的空虚 你们俩拿着的时候 我爱你的一个幌子 我们是一个家庭 然后一直在对对方 道德绑架 文贾老师说你们空虚 我觉得空虚是对的 她其实除了空虚 还有恐惧 就内心有很强烈的恐惧 尤其这位女士 我相信你以前 去她们家之前 你不会这么大声说话 因为你家没有这个文化 对吧 你爸也不是那种 特别大声的人 但你为什么去她家之后 你这么开始 也越来越大声 因为你那么远嫁 嫁过来之后 你进了她家 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你怕自己受欺负 你怕自己不受尊重 所以呢 你看你到了她这边之后 学了她的语言模式 交流模式 然后呢 你学会了把所有的责任 推卸到她身上 然后你又学会了 完全地想去掌控她 导致你这一切的 都是因为你内心的恐惧感 那对于男生也是 男生你不用这个 一副对抗的样子 你今天在我们舞台上 你喊得那么大声 其实你在家里面 什么主都做不了 你做主不行啊 生气干脏啊 为什么非要炒赢她 你才能做主呢 你借人家两万块钱 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自己就借了 你可以借人两万块钱 为什么你不能 创两万块钱的业 而要去跟他 一次又一次的吵架 你先不要把责任 怪到对方的身上 你看你们两个人说话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模式 就是但凡这件事情 你再说我做不到 那一定 我也一定要找一个出口 一定是他的错 我现在我去创业 我这两万块钱 我哪想干点啥 你首先来讲 我得辞职吧 你辞职同时 一回家就给你炒烧 你手是不是又直到他那边去了 所以是不是因为他 所以你不能辞职 对啊 这不就是吗 这不就又论证了 我刚才告诉你的事情吗 你们所有的交流模式就是 如果我身上有什么错 那这个错一定是他造成的 你顶着他吵架这件事 你是可以做成事的 就拿这两个块钱 借出去这件事 但在另一件事情上 你不做了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文教老师 让你们说 人贵自知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得看到自己身上的毛病 你身上是有弱点的 你身上也是有弱点的 你的弱点 是离开 远嫁离开家之后 你内心有强烈的恐惧感 你的弱点是 你希望你身边 始终是有人能够支撑你 才能够push你 就推动你 去做一件事 你要做的 你要做的辞职这件事 不是你自己能推动自己完成的 是得他来推动你的 所以你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真正需要的不是相互对抗 你们真正需要的相互支撑 你的需求是什么 是老婆 我需要你来推动我去创业 她的需求是什么 是老公 你要给我一些支持 让我看到我嫁到你家来是对的 没有人可以欺负我 我说的对不对 没毛病 所以我建议你们 我就其中一个建议 就你们未来在沟通的时候 分别去看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然后提出自己的需求 不要把事儿怪到对方身上 我身上有这个缺点 所以我希望你来帮我弥补我的缺点 这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非常感谢陆琪老师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有自己的困惑 想要跟陆琪老师聊聊 那么请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同时亮明您的爱情保卫战粉丝身份 这样可以得到陆琪老师的新人礼 我们是离得非常近的 我们是老乡 其实你们说什么表达的 我听得很清楚 接下来呢 你就把大家当成是你们家里的企业 做到你们家热炕头上了 来跟你们家来聊这个事 闹这个事啊 但是说真的 你看我是1987年出生的 我在我小的时候 我身边里出现过 你们两个这种性格的 那是老一辈 但是啊 兄弟 同龄人啊 不是那个年代了 男女现在真的不重要了 第二点 如果说你慢慢地表现越来越好 让人觉得有希望 那我说不定 这一辈子他还能试最后一次 但是我觉得 一定是在医生 医院情况 允许的情况下 再去做这个尝试 女士 你觉得你老公是什么样的人 他这人就是特别地直 不会绕弯 就是这样的事的一个人 他不会说好听的 这样的人他有一特点 他很脆弱 你发现没有 他说话其实都以反驳 习惯性地反驳你 我们就说抬杠 抬杠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内心力量 其实挺弱 来自于什么呢 不管是婚前婚后 不管他做了多大的努力 借钱买房娶你 也去到你们家 但是至今没有得到你父母的认可 他在家族里头也没有得到认可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生个男孩 借朋友钱两万 为什么借 要别人的认可呀 我在家里头寻求不到认可 我就去外面去找啊 他曾经帮助过我 所以我要给他情谊呀 所以我背着老婆 我知道老婆 不同意的 我要借这个 因为他要面子 因为他很在意 在意别人对他的认可度 他没有得到 更得不到你的认可 甭管是创业也好 还是他的爱好也罢 所以我觉得他很孤独 没有人理解他 所以你要跟所有不理解的人 你要去对抗 防御 攻击 目的是在保护自己啊 所以其实你们俩的关系 我觉得好调整 就从你这儿来调整 现在手里有大概十几万块 是吧 有 好 我们要去投资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风险承担的能力 这兄弟 二十几万的投资 不见你去做 几万块投资 做一下 给他个机会 你相信我 如果你给他几万块 这种创业的机会 甭管是失败 或者是成功 对于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失败 你让我势了一回 我认了 我这颗异动的心 我终于能够平复了 那要是赢了呢 他又得到你的认可 对不对 你们家里的经济条件 也起来了 双赢啊 这个丈夫真的是每天 从结婚的时候 掉门就这么高的吗 从他开始 要跟他家人 绝食也要娶你 绝食了一周 来争取取你的权利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吼着的吗 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靠吼的吗 所有他都是在靠 反问句来进行 自我保护的吗 我想不是的 他们家的确说话嗓门大 可是跟你相处的日子里头 他慢慢变成了 嗓门大 且有攻击性 所以你的丈夫 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你造成的 如果今天你说 希望我们一起来说说他 我觉得该说的也都说了 但是这一个家庭关系 要靠谁改变 才能够获得新生 我看在你 接下来 还您丈夫一些自己的时间 别替他做主了 您自己需要承担 您做决定带来的后果 我相信 几万 十几万 这样的一个债务 您也能还得了 对吧 您既然还得了 那么 为什么不用您的好人员 有的时候可能 能借的 和能向他拿的 咱就把你想做的事给做了 做的如果不成 我们也不用埋怨 也不用说是自己不努力 或者怎么样的 谁都有失败过 但万一成了呢 好好想想 有请我们第二队 本期第二队情感嘉宾 宁先生 65岁 来自吉林 退休 齐女士 64岁 来自吉林 退休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他可都好 退休了 天天就知道我爱跑 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我 他从年轻的时候 不爱管着我 好不容易退休了 为什么我就不能干点 我自己喜欢的事呢 他在外边高天亮丽 招讽也别 回家就给我拿了个脸 家里大小事 他啥都不管 这日子 我实在跟他没法过来 他这个人强势一辈子 凭什么我啥事都要听他的 今天我一定要反抗一回 今天你老公光鲜亮丽吗 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我觉得今天您挺光鲜亮丽呢 各位老师好 今天是我要求来的 我从他退休开始说吧 去年他退休了 就是上了这么多年班了 突然退休静下来 我怕他没有意思 就给他提建议 我说你这样的事 你报一个老年大学 这样有一个外头 有一个事干 过一个就是祥和的晚年生 我这是我的打算 结果可得好 我这个天一提出来 他一下抱着我 这一下子我家就来套了 我跟你说 他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然后他抱着那些班 我跟你说 有唱歌班 声乐班 世上烈耳班 还有唱歌表演班 还有摩托班 基本上全是老台的 我们家这老台 我说实话 年轻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帅 公认的美男子 我还带个照片呢 给大家看看 您也不赖啊 您这个 您现在 对 多有明星发啊 很美 这就是我们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照片 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两个吧 是家里头是邻居 从小亲没住吗 反正就是 长大以后 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 去撑家了 他就在我们 那个整个周围 反正是大姑娘 小媳妇 年轻的时候 那一直都呼着他 我是就是披荆斩棘吧 反正就一直 一直在斗争 不是他以前 有过暧昧啊 有过这种变心的 他还行 关键是 女孩 小媳妇 大姑娘 总找他 怎么个找法呢 天天上我家吃饭去 就他要蒸一锅馒 他一开锅盖 我跟你说 基本上就没了 实际是这样啊 就是我这人 比较随和 在单位也好啊 以前同学也好啊 跟大家也不犯什么冲突 也没有什么毛病 他说我厉害 要说我找这找那 哪有那么多事啊 他是啥呢 嫉妒心也特别强 就是尤其上老年大学了 这也就给我举这例子 举那例子 哎呀我 这是 这是说句心里话 我也挺烦的 年轻的时候 他像这样嫉妒心强吗 年轻时候也这样 但是那阵吧 我家我说了算 现在是咋的呢 这不是上老年大学了吗 现在都管不住了 天天咳咳咳咳唱 等到终于回家了 比方说我可以回家了 一会儿电话 老太来电话 走啊走啊唱歌 上歌厅来 一会儿打个电话 喝酒去了 不是那都同学在一起 你说是 沈安方唱会儿歌 不是您唱歌是唱得好听吗 唱得好 我没能听吗 行行 那唱吧唱一个唱 好 岁月长河 唱歌 不错不错 我觉得这个生情并茂的 要给一位老太太唱的话 可以把老太太 迷得五迷三道 对 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们过去市场 都是那种群众性的那些 比方说同学聚会 我俩同学 然后到群友聚会 我们经常有 什么服务群 旅游群 唱歌群 这个我都能去 就您落单了 是吧 但是现在是咋 人家不带我的 人家不带我的原因是 你也不认识 你说你去干啥去 你到底还多尴尬 那身边那些女同学 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吗 不是 你听我老师说 你听我一学 她是这样的 人家是咋的 在摄影班 人家唱歌唱的是最好的 唱歌班 人家摄影是最好的 所以说人家 这个联合会 把她叫去了 那个联合会 把她叫去了 然后人家她是咋的 白天晚上都有事 就终于回来了 人家照了一大堆照片 究竟有多少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们家姑娘 花了两万多买个相机 你知道咋的 我们家几乎没有相片 但是咋的 拿着这个相机 天天给季老太太照相 照完以后 开始传照片 一传传到二半夜 等我可以看到照片 我跟老太太 有戴纱金的 拿扇子的 拿鱼伞的 反正就各种各样照片 我说的 你给我照点 王太太也给我照了 你猜咋的 我带着了 你看这她给我照照片 哪个是 戴帽子的是你 对对对 你还有脸吗 我跟你说 跟老太太照相 我告诉你 那都可带劲了 我跟你说 又这样的 又这样的 各位老师 她是这样 自从我们上了 老年大学以后 也就经常 我不说经常在一起 有一些活动 尤其是寒暑假之前 可能各个班都 连环也好 演出也好 那你说我会照相 别的班的 或者我们班的 人家说了 人家说 那你今天去 给我们照去吧 明天就给他们照去吧 咱也不会别的 你说我就会这点 那就照呗 那你说照完了 我不给人传 不是那么回事吧 结果他呢 就说你天天 给老太太照 实际我跟你讲 就是说 老年大学 现在这是一个怪病 老头少 老太太多 确实是这样 班里的老大姐 也是那样 也都七十多 他说 这是咱们班 那几个大宝贝啊 我还当好事 就像开玩笑 是跟他说 结果又惹得不高兴 反正这是 老年大学吧 我是啥意思 或者是你选一科 或者是说 咱们那些科 咱就别报了 然后呢你就回家 老老实实的 咱们口号过日子 咱就说 咱现在六十多啊 你再活二十年 你二十年 你天天受老年大学啊 你天天跟那些老太 混一块啊 那些老太 能过一辈子吗 不念也行 并不是说不行 但不念我 在家干啥呀 自从我这一年多吧 几乎是经常在一起吵 不是我跟你说 老师们 我跟你说 他是这样的啊 他半夜睡觉 都戴着眼镜 戴着耳塞着 然后电话开着 电视开着 睡醒一觉以后 我从我那家 我那屋一出来 我一看我跟你说 哪点都是噪音 然后呢 我是这样的 眼镜都宰了 耳机都宰了 电话整没声了 你还在小 你还在轻轻整 如果你要是 上位有东西 他要醒了 他全开开了 你给我开开电视 给我开开 电视关上 然后我跟你说 我家十个眼镜 眼镜腿 折了拔子 那你好好说呀 他就是连喊带叫 你天天 给我整的 我也闹起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 你看他个家里 都啥也不干嘛 游平岛都不服 就是我们家 这所有所有的活 全是我的 然后呢 我跟你说 他管啥你知道 管我家楼道 管公局 从楼上到楼下 哪层灯坏了 他保证自己 拿着我家灯烫 拿着工具 抬着梯子 挨个儿给你上去 楼下 比方说 我们东北 不是特别冷吗 到冬天不下雪吗 那外头那雪下 老大老大 我跟你说 擦个门口 从我家外头 那个院 一直扫到 扫到大门路上 这不也是锻炼身体吗 那你说 正常的楼道灯坏了 或者是哪块坏了 你看出来 或者你去上什么 这也不费啥事 外头扫雪 要不你平常还得去锻炼你 我本身我也愿意运动 愿意锻炼 我经常游泳 这不挺好的吗 造福了楼里的邻居 又不是只为了 这一个某个大媳妇 小姑娘的 对吧 她就不愿意 不是 我家里都说得好 我跟你说 我要是说她一个不好 我跟你说 一百个人是攻击我 因为她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热情 所有所有的 所有能量 全部奉向给外人了 我跟你说 我家做饭都是我做 我不会呀 42年婚姻 这跟我岁数一样 居然您都没有学会做饭 都一直都她做呀 她上老年大学的时候 谁做饭给您吃啊 她呀 每天中午回来做饭 对呀 那您每天都做什么呢 我收拾屋子 洗衣服 我家卫生特别干净 那您看 大哥去上大学去了 您呢 除了在家里 您兴趣 我把屋子收拾干净了 看电视 然后呢 要我知道我能让他 上老年大学吗 因为我有老年大学的课 就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环境特别好 然后我就给他抱了一个 结果可得好 他就是遍地开花 这就 我还可以学个事 然后一天唱歌去了 晚上好像是半夜回来的 我不知道啊 早上起在桌上这么大一块花 告诉我 他说的唱歌给他献的花 谁献的呀 他说 同学啊 不是 实际当时是啥呀 当时我们去吃饭去 有一个人过生日 别人给买树花 扔了白瞎了 谁也不拿 我说那我拿吧 结果又闹得不愉乐 肯定是你唱歌唱得好 得老太太给你的 不是 什么老太太给 他就多虑 我不说吗 他就是心病 这个心结 我也希望老师 给他治治这个心结 你有担心过 咱哥哥不爱你吗 不担心 那你还介意 那些老太太干啥 那我也提到 他跟老太太在一块儿 他给老太太的 不就是一些 就要友好的互动吗 不是 他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属于一个系统 有意思是这样 我上他们单位去了 我俩就一块往那走 他们单位的什么 大姑娘小媳妇 就当着我的面 就这样是来 哥呀 就这个的 根本就无视于我 咱跟巧儿 就这些人跟他也都特别熟 人家也不在乎 我哥肚子又大了 我都什么什么地儿 这人家也不是说 那你说他们能有啥呀 这事也不愿意你老公 就像我们要去摸一下 陆琪老师 陆琪老师总的 哎 放开我 别碰我 对对对 他不动 他不动 他不是 就是谁碰他 他都不动 对呀 所以这不愿您丈夫呀 这真好 但是我也不愿意 让别人摸呀 我这不是又说 他是亲眼小 嫉妒心强 您知道他是这样的 您现在还招惹老太太干啥呀 我不是招惹呀 那这个环境 就是这么个环境呀 假如我们不再去上这个了 回来 我们去跟戈壁李大爷 王大爷下象棋 下跳棋 你看可不可以 去钓个鱼呀 或者是去踏个青呀 都是男的 行吗 钓鱼他也不喜欢 我也愿意钓鱼 我要一去钓鱼 去干啥去呀 胳膊晒去黑 蚊子盯着一胳膊包 什么玩意 可别说钓鱼了 我跟你说 他去钓鱼去了 我跟你说 一宿我跟你说 第二天回来 我干你啥呀 就跟那个 扎着那个眼似的 从这一直到这 全是蚊子眼 就是一层啊 我说你可别钓了 别钓了啊 这这这 那里头都全是菌呢 干啥也不让 反正他 哎呀 我怎么说 太难了 今天您提出来的诉求是 希望他不要再上老年大学了 对吗 对 那他不上老年大学 您能给他生活 有什么乐趣吗 那咱们个家里 他不是说 不让我上老年大学 那我也有诉求 我是说 希望他呢 理性一点 希望宽了想一点 别老吃醋 心里老想那 那一点小事 这么这么这么的 好 来 哥哥姐姐们的生活 你们是怎么看 我感觉这老大哥 一点毛病没有 就说啥呢 年轻的时候 为了子女啊 为了这个家庭 奔波了一辈子 是不是 工作了一辈子 可下老了老了退休了 那有点自己的生活爱好 不很正常吗 那喜欢钓个鱼 喜欢摄个影 喜欢唱个歌 这一辈子都没去完成 这个心愿 到老了到老了 我感觉你应该去完成 这个心愿的 对不对 在这个阿姨 我就感觉你有点啥呢 有点太多疑了 太多心了 我估计吧 有点更年起 反正我要吃你的 我不是不会改变的 这么大岁数了 我都土白半截 那我还不会自己活一回 我觉得阿姨 做的没有啥错啊 她之所以管着你 说明她爱你 那管的就是爱 人家就是这么大岁数了 都退休了 人家自己去想 有点自己的生活 不可以吗 我就爱好摄影 我就去摄影去 我爱好钓鱼 我就去钓鱼去 咬点包咋的了 只要是你喜欢这个钓鱼 你别说是咬包了 真事你就去钓水里头 上来了 全是湿了 我照样给她吊 我开心我高兴 咋开心咋活 都这么大岁数了 是不是 还研究别人去查想 一人爱查想查想 我还管她那事 对我跟你说阿姨 我也支持你 所以我跟你说 就你看别看你64了 你在我心目中 依然是女神一样的人物存在的 我跟你说 你哪块不比她差呀 不行的话 我给你找个老头 我跟你说 比她长得帅的话 能懂咋的 别别别别 你们是不是都说出了 自己内心的声音呢 自己在婚姻里头 个个都想说 我想跟你散 但是又不愿意说出来 只好借着别人的故事 说出自己内心的愤怒 太能抬杠了 她就咋的 啥事都得听她的 啥事都得听她管的 其实咱这两位的事 没这么严重 是你们的这一个 互相的敌对情绪 把这个事哄抬的 必须得老两口 离个婚不可了 是不是 回到离婚 对 我们冷静一下 听听情感疗愈团 老师的看法 来 姐 我首先想说一点 就是第一 长得帅不是原罪 你不能因为说 我长得好看 我就不能出门了 我长得好看 我就不能够 去跟异性接触了 我长得好看 我就不能提升 我自己的个人 文化艺术修养了 你要尊重这个事实 第二点就是 叔叔您在处理 这些跟异性的问题上面 其实边界感 是有圈切的 这个事情 需要调整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 阿姨 我觉得你的生活 实在是太焦虑了 然后你所有的言语 表达 那言心举举当中 我都感觉好像 你在讨债 这是你整个 大段大段的表达 一直都在 是一个数落心智的表达 没有任何的 就是给到你们俩之间的 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 您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 您心态上的焦虑的 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 你的焦虑问题 不仅仅是源于 光是你老公 长得帅这个事情 这个可能需要你自己 进来好好想一想 大姐 您退休应该14年了 嗯 差不多 她退休是5年 对 后面还反聘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她退休之后 有什么变化 那没有 哦 是您没发现吧 我看到她有变化 我看到她的 是您的 是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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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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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收一收心 不要让自己那么飘 我给你几个建议啊 一个呢 确实 老年大学的班你收一收 因为我对老年大学很熟 我知道你那班都是要抢吧 你们两个人就占了那么多 给别人点机会吧 就这个名额留言给别人 收一收啊 刚才说过了吗 就留那么两个嘛 对吧 然后呢 你喜欢拍照 我们每个月给大姐拍一套写真行不行 我觉得这个要求不高吧 一个月给她拍一套写真 你就练练手 然后呢 给她好好的拍 让她也高兴高兴 是不是 然后呢 也去寻找一个 可以跟她共同玩的运动也好 或者其他也好 去玩起来 那大姐 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 就是多快 尽可能的她为你做任何事 女文化 她给你拍照 不要嫌弃她拍的不高 她说这是意境 你说这确实是意境 怎么了 你不能把夸她和给她情绪价值 这个活让给别人啊 你懂这个意思吧 她如果你把这个活让给别人 那别的老太太就会趁虚而入了 你得把这个坑给占主 夸她也得我来夸 我是那个主要的情绪价值的 提供着 你学会了这门记忆 这个人不就被你牢牢攥在手里吗 这辈子她不就离不开了吗 感谢陆琪老师 如果电视机前呢 您也正有一些情感上的困惑 想和陆琪老师聊聊 您可以关注她的微信公众号 同时亮面爱情保卫站的 忠实粉丝身份 您将会得到陆琪老师的新人礼 我觉得二位是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看到这么细以来啊 是最不需要来的 真的是没什么事 无非是我们的 琪女士呢 对宁先生呢 可能有一点张弛有度 我觉得就够了 就比如说 你觉得她有点 太过于锋芒毙露的时候 稍稍瞪一瞪 然后她可能自己无聊的时候放一放 她也开心嘛 就像是我父亲也是刚刚退休 然后呢 也会让她找一点自己的事情做 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兴趣爱好 也尝试什么骑行之类的 都去尝试啊 但是她可能也不会往女生堆里扎 就这种 但是这个东西我也不排斥 我妈爱不排斥 就很正常嘛 就是还是有度 其实叫二位 就像是我父母的年纪 我是真心地希望 你们二位能够开心 能够幸福 你们两个人尽量培养一下 共同爱好 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这个事情就拜托您叔叔了 好不好 我是愿意玩 愿意动 对 他愿意看电视剧 他一看你那电视剧 要长什么了 那个那个 长风动 那一看你没完没了地看 可好看了 我可喜欢你那里头的电视剧 那电视剧看看行 不是 没有没有 就是您先生 您也可以陪他看一看 共同爱好 真的要共同爱好很重要的 好 就祝你们幸福 大哥退而不休 这是老房子要着火的节奏 老房子着火可没得救 不好救 真的 当我们的这个年岁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当荷尔蒙退去的时候 这个爱 其实需求是更多 大哥不是因为帅 而遭到别人的青睐 年轻的时候可能是 但现在断然不是 老年人看中的 可不是帅啊 更看中他的性格 能力 才艺 热情 大哥都有 热情 特别热情 当然了 这样的人 无论他多大岁数 到哪儿都是 受惠啊 是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扼杀 他的优点呢 因为当我们各项机能 都属于衰退的时候 当我们可能就 在脱离社会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别人的认可 对不对 大哥需要 如果这会儿有什么爱情的话 那都是将 每一天都当成 末日来过 那可非常 浓烈的 所以一定要当心 但当心一定是不能去按 就像火山 你按住 它爆发的会更厉害 对吗 应该疏导 就如同您 看到张蕴老师电视剧的时候 你很开心呐 那种开心 大哥有吃醋吗 大哥有不让吗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大姐啊 一定要 这个时间点 您的这个 灵敏度是对的 真的是对的 但怎么去做 我建议跟着大哥一起出去 那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甭管是唱歌 跳舞照相 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细节 就是那个相片 它给那些 老太太照相是用心的 给您明显没有用心 对吧 所以怎么样 你还在背道而驰吗 你要跟他一起 同心共建呀 他才可能用心去给你拍照 好不好 去多理解 一般我们在情感生活中 当我们有一方觉得 生死历劫 每天在家里觉得 我特别痛苦 他感受不到我 他理解不了我 我彷徨 而另一个人 却过得特别地自在的时候 那是因为 你没接收到爱的信号 他之所以从容 是因为他能够接收到 妻子这么多年都爱我 为什么爱我 从年轻时候 对我的占有欲 从对我的依赖 甚至这么多年来 他都不能独立地做一次饭 是他真的学不会吗 不 因为他爱我 他依赖我 他离不开我 所以咱大哥 才过得特别地踏实 对吧 包括现在他的每一次吃醋 其实都是在告诉您 他有多么在乎您 他爱您 可是您感受不到 大哥对您的爱 在这个里头两个人都得反思一下 您接收爱的能力特别差 大哥也的确没有把爱你 放在嘴边说 就像我妈那么多 我爸总是走到哪儿 会停下来 老唐还没跟上来 等等老唐 他会迷路 我刚每一次听到我爸说 我妈会迷路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妈像个小孩 其实我妈都已经六十多了 哎呀怎么会迷路吗 脑子清醒得很 腿脚灵变得很 但我爸都已经快七十岁的人了 会站在那儿等他 因为他会迷路 是爱吗 是 但我妈也是跟您一样 觉得你又没有挂在嘴上说 你又没有说爱我 你只是等了我而已 好好携手 接下来继续甜蜜地走 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说实话 真的不是那么多 我们还不如在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记忆 属于我们自己的浪漫时刻 是不是需要放掉一些课 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对咱哥哥的管束态度 您二位自己想 交给你们的时间不多 咱回到门后头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节目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我们刚刚的那一对应该会出来对吧 会出来 那这毫无悬念的话 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吧 请开门 你们是达成什么共识了 他跟我道歉了 他也跟我道歉了 怎么道歉的呀 他说以后给我自由 不玩玩 他说话那个感觉这么强势了 别老喊了 哎呀真好 那赶快抱抱吧 我好像看到了您偷偷地亲了一下 特别有意思啊 两个人炒的时候是一起火 两个人软下来的时候又都是一起的柔软 特别美好的一刻 祝福你们 加油 谢谢五位老师 谢谢这位老师 东路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官方抖音号 每晚八点到十点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跟大家答疑解惑 更有机会连麦他们 那么宁先生和齐女士又做出了怎样的决定 请开门 您二位怎么想的呀 不想让一步 刚才老师们也都说得特别好 我也想可能自己肯定有 想着不周全不周到的地方 自己肯定是也有错误 改正吧 就是争取还是 还得说是一步一步要往前走嘛 不去携手嘛 说得特别特别好 真是我都挺进去了 而且咱这么说吧 退一步海阔天空 放一放手吧 让他不说是自由飞翔吧 但是起码小绳拉得稍微松一点 不是 您也得飞去了 别总当那个拉绳了 对 别老说 因为我爱静静 所以我只能坐在电视机边 我也爱静静 但是我也愿意陪我们先生到处走走 抱抱吧 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 真想让你们多抱一会儿 咱一会儿下去了再抱 有请 一定要幸福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宁公司独家冠名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让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三次